众所周知,肝脏在人体器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除了帮助人体清理机体毒素以外,还起着协助其他器官合成各种蛋白质,储存为机体提供能量的糖分等作用。 所以,保护人体的肝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 但是,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有哪些行为习惯会对肝脏造成伤害的呢? 正常情况下,以下行为习惯会对肝脏造成伤害。 一、极其暴躁异怒 脾气暴躁异的人,很容易受他人的行为影响,会因为他人的行为不合乎自己的心意而生气。 我们通常说的干活旺盛就是这个道理。 人体暴躁异怒,就会导致肝气上溢,血液也会随着怒气而上溢,因此会伤肝。 二、睡眠不足,睡眠不足会对身体所有器官造成伤害的。 但是,对肝脏会带来更大的伤害,睡眠不足会导致全身宫血不足。 那就意味着肝脏排毒时没有良好的液体环境,肯定就会被肝脏排毒造成障碍。 三、经常服用药物,药物是肝脏害的重要病因之一。 口服药物大多需要经过肝脏代谢,有些药物具有直接的毒性作用。 四、暴眼暴食,一时间吃太多东西,会导致肝脏无反复合,也会导致体内的自由基增加。 这些都是对肝脏的巨大伤害。 当然,不按时吃饭也会导致肝脏受到损害,因为人体如果长期处于饥饿状态,肯定是会伤肝脏。 五、早上起床没有继续排尿。 一般来说,人体的排毒方式,一般都是通过排尿、排汗、排便进行的。 如果能在早上起床三到五分钟之内尽快排尿,这样好可以将积累了一整晚的毒素。 通过排尿的方式,及时地排出体外去,以避免毒素滞留在体内,这样也可以避免毒素积累太多,导致肝脏出现中毒的现象。 所以,早上起早去排尿,也是养肝的一种方式。 六、长期喝酒,酒精会对肝脏有毒害作用,进而降低肝脏排毒的能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伤肝之后还不注意,就会慢慢导致肝炎、脂肪肝、肝氧化、甚至肝癌等。 所以,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,都要努力改掉伤肝的快习惯,让成健康饮食,积极锻炼的好习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